大家好 歡迎收看 Kenny那我星球 那今天呢 這是我們節目的第一集 那當然在第一集 就要請到最重量級 而且是 可能我認識最久的台灣的一個朋友 那就是坐在我旁邊的黑人陳建州 黑人要不要跟他打個招呼吧 各位聽眾朋友觀眾朋友 球迷朋友大家好 我是黑人陳建州 那我跟他為什麼是認識最久呢 其實就是我國中的時候 看著Kenny哥那時候落塞湖 我覺得欸 怎麼有一個像劉青雲一樣的男子 竟然出現在籃球場上 然後他其實對我影響也蠻深的 是因為我們是鄰居 就住隔壁一條巷子 對 那時候他帶的女伴都蠻美的 你練得不好 沒有沒有沒有 家人啦 家人啦 是啊 這是我表妹 表妹表妹 對對對 就那個時候就 因為那時候ABC並不多 我說你走在街上不會那麼多ABC 可是你看到就是Kenny哥 那個時候帶回來的 巴仁這美式文化還有秋風啊 那他其實也是看著我從小時候慢慢這樣長大 也是看著我由豬變人 因為小時候很胖 對對對 那個時候我這個我第一個印象我就看到一個 這個個子 其實算以童年齡算是比較高啦 可是最比較突出是因為比較粗一點 然後帶一個金色的鏈子 然後框邊這個黑色框邊眼鏡 然後就掛這個地方然後走來走去 因為那時候流行MZ Hammer 沒錯 Arnold Torres B.I.G 對 所以那個時候 也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會跟黑人一起來合作 做一個 talk show 或者podcast這樣子的節目 更沒有想到呢 當時這個年輕人現在已經就是我們P-Ling的執行長 不敢不敢 所以這個東西跟這個工作是非常深深跟重要的 因為這個關係到我們台灣籃球可能未來發展非常長遠一條路的第一步 其實執行長我覺得當然大家覺得執行長是不是有一個高度 其實我覺得這更是一種責任吧 那尤其跟四支球團 我以前在做事情的時候 跟現在其實沒有太大差別 差別的是我是服務所有的球團不是單一球團 而是服務全台灣甚至亞洲所有的球迷 所以我覺得是服務業了 那當然在2020這一年全世界大家都不好過 這日子其實是挺煎熬的 可是也因為疫情 我們才有這個緣分 大家集市廣益 然後真正努力去把P-Ling做出來 對 黑人一向都是非常的有很快的腦筋啊 腦筋轉得很快 而且對於事情的判斷 其實對局勢的看法都還蠻正確的 所以也在台皮剛起來的時候 創造了一些台皮態度啊 台皮奇蹟這樣子的一些東西 那更重要的是呢 他的心雖然有的時候在演藝界是走的比較多一點 可是心還在籃球界裡面喔 所以這個對於現在這個P-Ling的創立跟發展 在CBA結束了以後 然後甲組聯賽一段時間 然後又出現了SBL 那真正的這些所謂的真實的職業比賽 已經消失了還蠻久了 對 那對於這個真實的職業比賽 為什麼要來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首先台灣的球員值得更好的舞台 這是我心裡面想的 因為當然不是說別的聯盟打法會比方說他們不好或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因為我們都看過世界的變化 尤其真正好的比賽不是只是在於勝負 而是在那過程中我賽前賽後甚至在訓練 每一個階段你都讓球員更有價值 那那個價值是來自於我覺得搭台的人很重要 那這20年我當然也是從一開始是球員 然後因為受傷進入娛樂圈 那後來有機會在台皮從幕後開始去學習 當然我知道就毀育參半 但在那個時候對因為有時候你走得快 那很多人不理解你的時候就會開始幫你貼標籤 或者是去詆毀去攻擊或抹黑 其實到現在還是會這樣 只是更多人知道做這個事情至少是開始動起來 沒錯因為很多人對不了解或不知道的事情都會有點排斥 這是必然的 那可能也是讓所有的觀眾跟聽眾朋友們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以披力自己本身的態度跟方向的出發 到底披力的要做什麼東西 還有我們想達到什麼樣子的目標 還有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雖然又有人就說這個 也許我們明天這個聯盟跟球隊就要關門 關門大集 我跟你講 五月開始我們不是開始run這個聯盟嗎 對 每一天都有人cue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寫文章最後還要take我們一下 然後我想說我們還沒做任何事情 只是在情意 對 然後他感覺好像在 因為籃球圈很小 然後我今天跟這個單位或這位 先輩 前輩溝通過以後 他可能就是聽到片段片段 就開始把這些事情寫天馬行空 可是晚上我就被take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因為他想的好像就是 我們已經在做些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就感覺我們好像在做壞事那種感覺 可是還是不影響我們 那我覺得這邊真的要特別感謝Kennie哥 我還記得那時候在六月多 我們在游泳池畔 六月底 對六月底 然後在游泳池畔 然後我就是約了Kennie哥 其實我是想說 請義啊 因為他之前的經歷 我覺得現在很多年輕球迷不知道 他在Nike Sports Marketing 那個時候是當leader 然後在SBO 在第一年 元年的時候 也是Kennie哥 在參與在這個籌劃小組當中 那在這個過程中 當然更多人看到的是 Kennie哥可能在當球評 或者是之前一些YouTuber的一些影片 可是他對籃球的這些know-how 我覺得台灣他Top3 就他看過的世界太多 另外兩個是誰 可能就寫文章那些 不用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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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但我想說 那個時候是請義 其實我內心是覺得 他適合做一個GM 那那個GM是 因為做一個GM 你知道是怎麼樣 就是台灣以往都不是 我覺得不是太那種GM這個角色 GM是相對是要專業 他要知道球團 要設定什麼樣的角色 帶球隊到什麼方向 他要找什麼樣的領隊 什麼樣的教練 什麼樣的球員 GN他要 就像拍電影有沒有 很多分鏡表 你要在腦海中 你要設定 照這個節奏走 對那 我覺得Kennie哥就是 有志男生 壯志未仇 等一下 我把這個錄下來 免得我到時候 我覺得他適合做一個 很經典的一個球隊 那 那時候有 就提出嘛 對 沒想到 沒想到 就是一拍即合 他跟艾哥 就Eric 還有小飛相哥 我覺得他們這個 現在看起來是 對台灣籃球師 是一個暴風式的席卷 你可以看到從 新竹工程師 就是開始成立到現在 這是每天洗版 這個是我很感激的 因為你球團 有時候相對的比聯盟 或是協會來的更重要 更關鍵 大家常會甩鍋給協會 給聯盟 可是你關鍵是你球團 你自己要為你的股東夥伴 或為你的企業品牌公司 達到什麼樣的一個目的 就關鍵你做的每一個細節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兩個字 就是壓力 因為在過去像你講的 可能大家都把這個壓力 傳給了協會 對 就說這個球 我們這個聯盟要賺錢 協會很重要 協會要辦比賽 他的行銷 他要怎麼樣怎麼樣 他要把錢賺進來 然後分給球團 其實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因為球隊 你自己有很大的一個成本 要負擔的時候 你把這個壓力拿回來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迫使得必須要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就像你剛剛說 你要導致很多不同 過去的一些刻板的影像 所以當你在230年代看到福特 Model T到處跑的時候 你不會想到有一天 路上會跑出McClaren720 你知道嗎 連車都賣了 這怎麼回事啊 這沒辦法 這沒辦法 當然不是說你多缺現金這件事 可是 當你要做一件事情 我覺得 散發出去的一個 Message很重要 那我這個Message 其實並不是 只是給球迷 我是給球團老闆 還有我的夥伴 讓老闆知道說 我自己在創立這個聯盟 就是用一個新創公司的概念 你要有設定5000萬的資本額 可是這資本額 你不能一直叫球團 或老闆 掏錢出來 我就讓他們知道說 他們每個都可以成為股東 只要10% 那一個球隊就是500萬 另外3000萬我自己負責 那我在負責的時候 當然我就第一時間 也讓大家知道 我已經不需要這些 身外務 然後把賣掉的錢 直接投入 在聯盟裡面 那另外 我也找到策略型夥伴 那這個可能大家也 還不知道 就是矽骨台灣幫 那這群夥伴都是從美國 然後 因為疫情 舉家就回台灣發展 那他看到台灣科技業 或新創的 或者是在教育的 偏鄉的 他們都想支持 可是也因為在五月 他看到我每天都在 好像約不到我 然後每天都在忙著忙著 他們就開口問說 欸 Blacky你到底在幹嘛 我們吃餐飯都沒時間嗎 我說我在做直攬這件事情 欸 然後他們就想說 那他們可不可以支持一下 因為看我忙那麼辛苦 然後我想說 那個Steve Steve就是YouTube創辦人 然後我說 欸那你有 投入籃球的這個產業 或機會過 有什麼是經驗嗎 因為總不能找隨便的投資 他說 有有有 我是沙迦緬度國王隊的股東之一 那個小球隊 沒有很有名啦 那個大概 我覺得我 我羞愧到 我 我 How dare 怎麼會問人家這個問題 人家是MBA的股東 我說 Oh sorry sorry 然後後來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小部分 我覺得感動的是在這五月 陸陸續續有很多夥伴加入 那工程師的加入 我覺得這個 帶動了很多事 因為新竹喔 我一直把新竹設定為台灣 所有城市裡面 內工最強 我們講內工是什麼 你外表看說 欸好像很純薄什麼 可是 在竹科的這一群 老大哥們 他們不是影響台灣 他們是影響世界 這個是很多影響世界的品牌 代工廠科技的大佬都在那 然後我還記得我們去 有一個餐會 好像四年級是同樂會還是什麼 是是是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看了都是一百多桌 不是一百 大概差不多 二三十桌 二三十桌 二三十桌有 然後 我就問說 這些 這些 我都有在那個商業週刊啊 財經雜誌看過這些大佬 然後有一個 老大哥的時候 拍拍我 欸 還有盒 有點 你這樣看過去 我說怎麼樣 這樣看過去 兩兆 我說喔 他說這邊就是 他們影響的 他們創造出來的 有達到這樣的數字 可是 熱身賽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感動 那 這些老大哥們 他們 我沒有看過他們這麼投入 在一件事情上面 那林董 沒錯 那個林董 你知道他 他控制到什麼程度 我在那邊吃 是因為吃餅乾嘛 吃一吃 黑恩 誰准你吃餅乾的 我說我還沒吃中餐啊 我有滷味 你把肚子 流出來 流出來給我的滷味好嗎 他是一個上市上會的 大老闆 他自己 兩場比賽 他自己在家滷味 滷了一宿 就是要請所有 VIP 然後他投入到 這個程度 我想我滿感動 這個黑恩 跟你報告一件 我們工程師 投門的事情 就是 雖然我們這個股東啊 大家是大力的支援 我們這個球團 而且所有的規則 他們從來不碰 就是所有的規範啊 領導這些東西 就關我們三個人 來運作 所以呢 我們也必須要 擔負起我們看管的責任 我們的 不管是股東 或者是投資人 等等這些贊助商 場邊的票都要自己買 那也許有點小小的折扣啊 包括身上穿的衣服 那個也都是購買的 所以我們 九八折 那有這麼九八折 那有這麼九八折 你們兩個數字顛倒 不過 這個我認為 這個也是一種 就是說 這個企業的 我們要營造的一個文化 跟我們要把關 我們手上得到資源的可貴 聯盟 一分錢都是一定要 好好的把關 花在 對我們整個聯盟的發展 球隊的發展 跟球員的照顧最重要 所以 沒有員工旅行 沒有 打客廠 未來有機會打客廠之後 就當員工旅行 沒錯 不過我覺得 Kenny哥我非常認同這一點 這個是真正職業產業要看到的 就是我們 再也沒有 點投票 或公關票 這種事情 是 這個我覺得是要養成 使用者付費 這做娛樂產業也是這樣 對 對啊 比方說你看演唱會 太多 我自己因為是跨界 娛樂也會碰到一個狀況 就是你辦太多歌友會 那歌友會裡面 你要為了滿足歌迷 你開始 比方說只唱兩首 好像滿足不了五首 五首加七首 這已經是mini concert的等級 可是for free 可是你對歌手 這就是你在商業上面的 你自己沒有把關好 沒錯 球員也是 你球員打很多比賽 或越來越多tournament 那這種形式不是不好 而是你要讓球員 感到有價值的時候 你要導證他使用者付費 那從我們自己的股東夥伴 或贊助商 我們自己做起 他們都是雖然 一投是投幾百萬 甚至有到千萬 可是他們另外在買票 因為他知道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職業精神 我們賣的其實不是一場球賽 而是我們賣的是兩天一夜的行程 對 兩天一夜的行程 可以幫助到什麼呢 幫助地方在經濟上面發展 你可以看到場外這些攤商 因為我自己看到攤商 有爺爺奶奶擺攤賣熱狗的 然後他的媳婦第二代 他賣的是另外一個品項 第三代跟著來就幫忙找找零錢 可是在旁邊寫功課 可是一場球賽你可以照顧到攤商 你兩點半跳第一場球 這是我們未來聯盟會 weekend打 兩點半是第一場 打到五點的時候呢 五點會接著另外一個程式開打 那兩點半是什麼概念呢 我們會兩天一夜的行程是 如果只有一場球 你可能就在家看網路轉播 或是電視轉播 那沒有誘因 可是如果是back to bed 他可能很願意帶孩子 帶全家人一起來住在這個城市 十二點你開始空腹 新竹也有很多好吃的 那餐車都開過來 你慢慢兩點滑進球場 兩點半跳球 打到五點如果overtime最多到六點 錢你會結束 出來怎麼樣 你肚子又餓 等於是你在餐廳你翻兩桌 那攤商是不是又賺到第二次的錢 那如果你的交通上面 你就不用讓問獎大哥 浪費油錢一直在城市找客人 而是排班定點在那邊 那你我們以前是這樣 我在夢想家的一個經驗就是 你四個人上車go touch 三百塊就開車去高鐵站 那你這個就排班也賺得到錢 那另外一個空房率 空房率當然你現在看到很多什麼 報復性旅遊或什麼 可是只有景點可能會造成 可是疫情來的突然 很多民宿很多這種不是頂級的飯店 說雨後春筍在這幾年冒出來 可是一場疫情 你沒有辦法讓他們有住房 那只要到像新竹那一天 你八千人一天 你十趴就八百人要住 對 那誰不滿房 那可能要住到中立那邊去了 的確因為我們那天 那天其實球團住宿的飯店 就喜萊登 喜萊登 他一百八十個房間全滿 所以你完全沒有任何其他的房間 就是我有很多 以前的這些商業夥伴的投資方 站在說我想幫他們訂房全滿 那其實以我們的角度來看 就是以球隊當時在經營這行比賽的內容 其實一個球隊這個比賽 在你比賽的精彩度跟成不成功 或者是你球迷有沒有盡興 其實很大一塊是反映在你的外面的攤販 他在這球迷離開的時候 他是賣完了 是不是可能在第二場比賽開始之前 他們都已經在那邊 補貨 沒有貨可以補了 對 還是球迷離開場地的時候 他們是看到最後一秒鐘 然後出去是在討論這場比賽 還是想說我們店員去什麼地方吃飯好了 剛剛太無聊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對我們聯盟比賽經營 經不精彩好不好看的一個還蠻重要的指標 那這個也會繼續延續到你下一場比賽 要開始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同樣的一個熱度 未來的發展 就是說先求有再求好 可是我看了一個東西就是我認為 我們球團裡面或者是在整個聯盟裡面 對於願意投資到市場裡面的金額 因為有沒有發覺在過去好像球隊都是投資在自己的球隊裡面 對 那對於投資在觀眾裡面的這些投資 是非常保守以及拮据的 幾乎是零 對 所以當你沒有投資 你連吃東西都不行 是 當你一直沒有丟東西進觀眾群的時候 觀眾是不會給你回應的 是 所以那我一直認為就是說 在這個市場的投資裡面 也許過去球團有五千萬預算 可是他全部都花在球員的身上 這也不見得是一件壞事 可是 如果你可以把三千花在球員 兩千花在市場 那你在市場裡面的 這個實質的 價值 就有你每年投資進這兩千萬的一個價值在 所以他會 這個兩千萬是會回饋給你 所以這樣才會有營收嘛 對不對 那是在我們投資的這個整體裡面 我們會有做什麼樣子的一些調整 或跟別人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新竹工程 像現在以聯盟來講 他已經在聲量上面 或期待度上面已經站到一個位置 可是如果你要永續經營一個球團的話 或者你要幫他的企業加分 或對得起他的贊助商的話 請上井發條 這個是真的 步步為營 對你要積極的趕上 就是你的腳步 雖然一開始原年大家都可以諒解 因為疫情年尤其 可是你for永續發展 你當然不是說你財團 然後資源這麼高才能做出這個 對 NBA有很多小市場 有小市場的經營方向 當然 那他也做出他的味道 打出他的球風 然後在社會的認同和世界的關注 也不會差太多 對 對 這個是我覺得就是 你在這個聯盟裡面 你要更注重的就是 在職業這兩個 包含了不只是球員場上的一個實力 因為也是因為這是一個職業的舞台 所以也給各個球團各式各樣的空間 來定位自己來包裝自己 然後來散發出自己專有的一種 可能別的球隊不一樣的味道 那來吸引不同的目光 我們現在的這個結構 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拿到檯面上 大家討論 但也不會說是球團一架多大 那過去就變成是 你每年換一個經營團隊 或每年換一個董事長或總經理 那這就會出狀況 沒錯 所以我自己看這個球隊跟 在過去這麼多年來 在台灣籃球界裡面 我覺得一個聯盟一個球隊最重要的一個角色 你知道是什麼嗎 拉拉隊 因為我覺得經營者 他說到重點 因為我們喜歡拉拉隊不但漂亮 而且沒有 雖然是蠻淺的 但是是事實 那個因為我個人認為 像我們雖然是扮演球隊跟聯盟經營者的角色 可是我們很大的一塊 所在做的事情就是拉拉隊 我們就是在把這個團隊 我們下面也有 其實真正的一個職業球團 這不是大家所想像的 以前一個職業隊可能 十四十五個球員 然後四五個教練團 然後防護員訓練員 搞定了 然後一個管理 防護員最慘 按摩按到三點多 哈哈哈哈 那推啊 那可是一個真正職業球團的成立 並不是這個樣子 真正一個職業球團成立 你可能會有行政 你會有財務 你會有公關 你會有 呃 new media 你會有攝影 你會有 PR Cells 各式各樣的人才 一個球隊可能二三十個人這樣子 來manage一個可能只有十七十八的一個團隊 對 所以 像我們這種角色 我們不可能做二三十個人的工作 對 我們基本上就是拉拉隊 對 我們就是要把這些人團結起來 然後把他們精神打起 然後 對 往同樣目標跑 我覺得整合很重要 所以 你認為霹靂不會導致 因為我們有很秤職的拉拉隊 我覺得分工 大家願意去分工合作 而且相信專業 這件事情很重要 沒錯 沒錯 台灣籃球一直是 你沒有把對的人放在對的位置 尤其是在未來 這些退役的選手 對 或代退的選手 他們其實在 國中 這些黃金歲月 你都已經貢獻給籃球 而且他最懂 這個環境發生了什麼事情 沒錯 你就應該把這些 對的人放在對的位置 沒錯 那我說分工要系的話 就像 剛剛講的 我們的製造的就業機會 你找他來 為什麼 因為他有這方面的專產 那總經理 我覺得每個球團都是局院之 局院最主要的還是在管理人 把隊的人 把他整合起來 那服務的就是球迷 把我們球員照顧好 那其實娛樂業很像是這樣 你看那個 講一個偶像團體 那旁邊 你以為偶像團體只是登台那幾分鐘 唱一首歌就會打很嗨 可是你前面醞釀的 沒錯 跟後面 你辦簽唱會 你要給球迷至少那種黏著度 然後在下一個發single 或單曲的時候 你要什麼場面 然後你本來一千人的演唱會 你怎麼樣kink到小巨蛋 只是一萬人的 這歌 歌手當然很重要 球員也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這個整體的產業 你怎麼醞釀 或堆疊出這樣的一個舞台 沒錯 這是以往都沒有發生的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是我們在努力的地方吧 而且製造的就業機會看起來 不少 是不錯 而且我覺得好玩的地方就是說 也許過去 你有一個職業籃球像CBA這樣子 可是畢竟它的制度又跟我們有點不一樣 因為在CBA的環境裡面 當時是聯盟來做賽制 聯盟來做賽務 聯盟來賣票 聯盟來統籌所有的贊助商 然後所得到的金錢 還是分散給這四個球隊 或六個球隊 那那個其實跟半職業還是比較像 比較像 像我們現在就是 可能球隊賣票啊 賺錢這些東西 球隊自己要營收自己自付 那這樣子就比較像 像NBA這樣子的一個球團 自己營運的這樣子這種 氛圍啊 那所以 以會員制的方式 來在聯盟裡面效力 的確也是 我們自己球團 會擔負其更大的一些壓力 而且呢 在未來我覺得 要走的路會 也會更順遂一點 也會大家會有更多的意見 更多的專業 更多的人才 在不同的單位裡面 可能立場不一樣 對 可是大家的想法 都會非常的一致 要把這個聯盟做起來 我覺得公平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你付出多少 你就可以回收多少 那個數據是騙不了人 尤其是聯盟 永遠不會去過問說 欸球團 你的廣告彈得怎麼樣 票房怎麼樣 去騎你 剛剛說要抽錢 不會喔那好 我先記下來 沒有沒有 要分 分榜 我也要分喔 對 今年就分到滿少的 這個是應該 這是應該的 這是應該的 對對對 不是分很少是應該的 所以要分聯盟的是應該的 對對對 我覺得就是 互動很重要 就是 你要努力讓球團 願意花更多的資金和資源 去給球員更好的 比方薪資 讓球迷有更好的享受 去看這場球賽 其實就很像娛樂事業 沒錯 對 所以黑人 我們今天聊得還滿多的 跟上一集一樣 非常的深入 而且很多的東西 不過時間 我們還是有限 所以呢 這個很高興今天可以跟黑人 繼續聊P-League的發展 跟未來的前景 不過在未來 還有機會上我們節目嗎 有有絕對有 因為我們要導正 還差不多好不好 整個30分鐘 我就在準備要講這件事 不因為也很感謝這個節目 讓我們有導正視聽的機會 對因為 五月到現在很開心 受到各界的關注 是 關愛 但你們累積的這些問題呢 請打他收集清楚 我只會在這邊回答 好急了 我覺得這個比較 你也是覺得比較舒服嗎 當然了當然了 因為其實我們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 無話不說 無話不談的一個 認識這麼久了 那從你這個 猖狂跟這個 很奇特的時候 我就認識你 有付出代價 我剛剛講那個 一直到你付出代價以後 到了幸福隊 來跟我一起上籃練球的時候 我就說 哇這個年輕人是誰 怎麼這麼 喔原來是 那時候連左手上籃都不會 錯手錯腳 一隻右手打天下 還打中華 對OK 所以呢 這個 我說真的今天真的非常高興 我們可以花這麼多時間來聊 未來台灣籃球的發展 還有P-League的發展 所以謝謝你今天來 我們下次再見囉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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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